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i.n.auto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侏羅紀世界遊戲啦 各位你們沒有聽說你們也沒有看錯啊 老頭回來侏羅紀世界啦,耶~~ 不要高興的太早 老頭只是回來看一下最近更新的小蘭而已 看完我就走了 你不要以為老頭會繼續下去 老頭沒有要繼續,只是回來看一下而已 我也沒辦法啊,畢竟這遊戲這麼坑 想想老頭在這遊戲裡面,不知道要花了多少錢啊 就是搞得有點心累啊 其實會有點膩啊,所以說那時候其實老頭離開了到現在 一陣子了,想說再回來看看到底有沒有什麼改變 好像多了這個,就是小蘭的這什麼,迅猛暴亂 這有點類似像通行證 那想說今天來拍一下小蘭的這個活動 順勢就把這個通行證高級給買下來 反正幾百塊還好啦,不要像之前一樣那樣 搞得有點熱血啊 就是不顧一切的,就只是想要拍新內容給觀眾們 但是呢,你也知道 這種課金的遊戲啊 搞下去會死人啊 真的,哦,你看這隻 某些暴龍 這隻也花了不少錢 花了多少,我忘記了 好,啊是不是聲音有點延遲啊 好像欸 這個是正常的嗎 我太久沒有回來玩了 這個聲音延遲是正常的嗎 算了,不管了 好啦,反正說了這麼多 今天這一集我就是要來小蘭了 那我打算呢 把這個500超 直接把它花到底 他每一格應該都算是 500超吧,我們來試試看 對,都是500超 那我應該 會花個一兩萬塊吧 我數一下 一二三四五 二三二四,二十四 二十四 會花我一萬多啊 我剛剛數過二十四格會花我一萬多鈔票 沒關係啦,反正這鈔票也是留著嘛 我們就一次把它吃到底好了 這什麼 這就是一些恐龍 沒有送小蘭啊 我記得 這個有送小蘭 可是這個6%的機率 我覺得不太可能會中啦 所以說就不要妄想了 對啊,總共有兩包 最後一包的話是保證給一隻 最起碼解到後面有保底 下面也有 這個是到底是解鎖還是說只是送一隻 算了,我們直接到底就知道了 他會這麼好心給你直接解鎖嗎 那如果解鎖 我是不是要搞一隻四十幾出來啊 我不知道我的鈔票夠不夠欸 這隻小蘭是傳奇恐龍 傳奇恐龍的話 少說要花個五千萬以上的肉吧 那我的DNA這樣子好像也不太夠的樣子 欸不對啊 假設他一隻七千 然後八隻七八五十六 欸,勉強 勉強可以 肉的話應該可以吧 我不知道 好,全部都弄完了 那 我先開始慢慢零 零好零滿了各位 果然大概花我一萬多鈔票 喔,這個DNA微型的 晚點再零,不夠再零 啊,小蘭 就決定是你 哎呀,這是誰啊 第二星迅猛龍 啊,算了沒有小蘭 羞蘭啊 你怎麼沒出來啊 啊,羞蘭 羞蘭 這個我都不要了 我要領羞蘭 羞蘭 誰啊 哎呀,火到龍 我就知道6%沒那麼好的事情 我說到閃退了 啊,洗吧 洗吧 洗吧賽開 都過了多少年了 欸,其實也沒那麼久欸 都過了幾個月 老頭氣坑到現在了 你這個閃退到現在也不修好 是怎樣 只知道要坑玩家的錢 蛤? 啊,有沒有想過 老玩家的心情呢 唉 唉 真的是不意外啊 真的 我看一下 那 繼續喔 我領到哪裡了 好,繼續 還有沒有小蘭包 我要領小蘭包快點 沒有小蘭包了 好 那我們領下面這一個 這個是保證給一隻馬 OK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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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一個 小蘭包 耶 這樣我有兩隻耶 我該開心嗎 這個到底哪時候出解鎖啊 出個解鎖唷 這個其他的我之後再說 太lag了 來 我們的修蘭 這個應該要選肉絲恐龍吧 對 修蘭 立立的 唉唷 兩隻修蘭 唉唷 唉唷 馬上創出來 各位 期待一下 好看完了 可以收台了 好啦 界線到這裡沒有啦 開玩笑了 哈哈哈哈 老頭不要鬧了 來看一下 這就是侏羅基裡面的紅招牌 修蘭 阿 藍色 是一隻非常忠誠的迅猛龍 不錄吧 這個翻譯超爛的 藍色三小 對於效忠對象 他會做出 有自我意識的決定 這和其他大多數 以本人行動的恐龍不同 啊就是 他後來好像是 呃那個誰啊 男主角嗎 跟他有 呃 濃厚的情感 對不對 我記得 這個後面其實都可以看 唉唷後面會發光啊 手批會發光的恐龍 早該發光了 不然每次在看 對面的敵方恐龍都在發光 看了很不適滋味 你知道嗎 而且他的圖案也不同 你看 他這個圖案做的特別的不一樣 人家是金光 他這邊是螢光 是怎樣 好再搞一隻出來 我們最多就只能弄20幾 好不好意思 他就是 不想給你這麼快獲得修蘭 就是這個樣子 兩隻修蘭 讓我來猜一下 他吃東西的動作一定是跟前面那個 迅猛龍模組 一模一樣 衝過去 我就知道 魯迪亞的魯迪亞 我就知道你就只會做這些事情 魯迪亞 不意外 唉 唉 真的不意外 對吧 我沒有猜錯吧 跟前面迅猛龍模組 一模模一樣樣 還是你們不相信 你們不相信我現在可以再弄一隻阿 來 點一下 一模模一樣樣 唉呀 好啦好啦 我能期待什麼呢 我覺得 我不能期待什麼 來給你融合一下 至少給你個20幾 看一下藍光 有了有了有了 從加0小蘭變成加8小蘭 加8祝福小蘭 好啦我們把生物知識來看一下 生物知識2 小蘭的顯眼特徵來自一隻黑猴巨蟻的DNA 她的獨特藍紋也是她得名的原因 幼兒時期的小蘭和妹妹艾可打架 嘴唇上的流了一道傷痕是經過這場戰鬥 小蘭確立自己成為龍群的首領 嘴巴有拔痕 怎麼都看不出來 小蘭證明她有能力表達同情心和痛苦 對恐龍來說是一種獨特的能力 與其他迅猛龍相比 她具有同理心跟高度智慧 她的嘴巴我是看不出來有什麼區別啊 是看不出來啊 這個要拿來戰鬥嗎 要不要拿來戰鬥 尋找 啊沒辦法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用鈔票買 那怎麼戰鬥呢我看一下好久沒玩了 感覺好像每個都不好打 這個可以吧 啊靠我沒有會員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不會記啊 升級 終於滿等了 可惜可賀可惜可賀 我們可以解鎖關卡了 99級的關卡 啊我們應該派小蘭去打99級的關卡吧 我不想平均了啦 不想多說什麼了 多說無意 哎呀這邊有經驗值可以領啊 修蘭看不到未來 我們的修蘭看不到未來 我們的修蘭看不到未來 再來是 哎我是排錯啦 是 翼龍那邊課吧 就是 啊OK 然後再來草課嗎 好 我們等一下讓修蘭攻擊一下好了 我要我的必殺技囉 來看一下必殺技 啊 一模一樣啊 哈哈哈哈 哎呀 為什麼突然覺得我的 三百多塊花的不是很值得啊 我去解鎖這個了 可以搞混種了吧 啊之後再說 偶遇不見得會繼續玩啊各位 哎呀 好啦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一集的內容 那會不會有下一集呢 我不敢保證喔 因為畢竟這款遊戲呢 尿性實在是太誇張了 啊這個 有玩過的人都知道啦 好吧 好啦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收看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 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們 下一集有機會 諸羅技世界遊戲 再見了 下集見 拜拜 1 2 2 3 2